從當年都打到現在你知道想怎樣 一千人 一二個 一千人 來來來 手機戴好 待會去反速 面對眼前這位阿伯喝酒醉 警察氣炸了 因為他拿著手機狂扣110 卻不是真的想要報案 你不要掙扎 手背後面 我將一把跟你反速 你也會 你也會再試試看 都已經被上扣 阿伯還語出驚人 渾身散發酒氣 不知道事情嚴重性 真的有夠賴皮 時間往回推 你再打一通電話 我就可以送社會法 你們警察就在眼前 還一直打110 總共打了24通 已經嚴重影響報案專線的正常運作 被警方依社會法醫送 發願財處8000元罰還 拍照商店來 你才開始記名 彰化夜信阿伯喝酒了 跑到宮廟外 打電話騷擾直清員警 最後被上靠逮捕 才結束鬧劇 希望裁罰8000元 小城大界 別再影響真正需要打110的其他民眾 記者 全球隊已經接 中華報導 我是戴立剛 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置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信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呢 就要鎖定我們中式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